难以忘记初次见你 一双迷人的眼睛 在我脑海里 你的身影 回忆散不去 过你的双手 感觉你的温柔 真的有点透不过气 你的天真 我想珍惜 看到你受委屈 我会伤心 我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也许有天会欺负自己 想念只让自己哭了自己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我喜欢你 喜欢迷恋到连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在我眼中 看到了只有你一个人 烦不烦啊当明是 山菜 我知道我很烦 可是我要你知道 只要你跑掉的话 我一定会去追 不管任何地方 就算是地狱也好 不管你考到天下海角 我都一定要追到你 把你知道一件事 那就是 我要定了 我不敢相信 道明是他居然喜欢我 Grabaum 我aria 不要理他 我们走 用手 余 clearance passat 打 沃 乘 收 轮 烛 你真的都没有看阿世吗 没有看到 我只有两三天没有看到他 奇怪 他真的消失了 打电话当他家也不在 会不会到别墅了 端端的怎么会这样呢 不知道是因为山菜上有杂志的关系 那个跟山菜一起打工的男孩子叫 小顺 好像就是一起跟他拍照的男model 阿世之前已经动手揍过人家了 如果再让他看到那个杂志上的标题 你们觉得他会当作没事吗 我有点带你山菜 阿世让家伙就像一种凶器 有我们这群从小跟他一起展蛋的好朋友 也都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我们还是先找人在说嘛 去他别墅看看 好 红纸条 没想到竟然再一次被贴上了红纸条 看到这张红纸条 就像盗明寺在跟我说再见 盗明寺 我没有想到真的把你伤得这么深 我喜欢你 喜欢明天到晚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不行 我脑子里浮现的全都是这句话 只要一想到盗明寺炙热的眼神 我的心脏就快崩裂了 哇塞 山菜居然收到两只红纸条 虽然没有人背 不是贴过两只红条啊 他这一次一定没命了 嘿嘿 我们也好久没有玩游戏 我就觉得无聊了 人杀 就算是人杀 也不用你操心 担心你自己吧 这些狐假虎味的烂人 大概又打算开始找我麻烦了 我才没有笨到站在那边让你们听过耶 那你在跑什么啊 你在追我啊 不要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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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你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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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学校那些大笨蛋 太过分了 你看我只要都这么兴奋 这些大变态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怎么热了 你倒明是发这么大的脾气啊 大家又添你上红纸条 其實 我也不是惹他生氣啦 是不是因為那本雜誌啊 你怎麼會知道 你站在旁邊偷聽喔 還不是那個千位百合 現在每個人手上都一本耶 山菜 你是不是喜歡那個小順 你在講什麼啊 小順只是我打工認識的新朋友而已啦 他會被躲還在附近啊 沒有沒有 你在找過 你去那邊找 我們在外面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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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門走 我去你跟他們 快點 我們在車門封閉 快點 我看到山車了 我看到山車了 在哪裡啊 陳金剛二千塊塊在一起 不是我啦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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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要帶什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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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菜 山菜 你家的少爺 少爺 少爺 我明天已經知道世界沒有看到他了 忙了 那小哲會不會又出國了 像是去紐約之類的 我也在想我們這樣是不是太緊張了一點 也不過就是山菜上個雜誌而已嘛 你好 清禾 你怎麼會有我電話 什麼貼紅條 山菜又被貼紅條 我不知道有這件事情啊 好好好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山菜又被貼紅條 一定是山菜跟那個男貓的照片 給阿斯太大的刺激了 這麼說來 他可能還在學校呢 嗯 不論如何 先找阿斯再說吧 走吧 歡迎光臨 清禾 山菜又不是來上班啊 沒有啊 他今天沒有來上班啊 你沒有跟阿班請假耶 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糟了 我剛才去過他家 他爸媽也說他沒回家耶 那你有沒有打過他手機啊 他學校跑太急啊 連手機忘了拿 那同學一直追著他不停的欺負 連剛剛包包都是我跟媽媽送回家的耶 為什麼你們的同學又要開始欺負山菜啊 開學校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他被貼紅紙條啦 又被貼紅紙條 那怎麼辦啊 那那些人不是都要開始整參賽了嗎 哎呦 急死人了啦 小優 你放心 我陳清禾會英雄救美的 我不會讓任何人欺負他 清禾 你喜歡山菜對不對 呃 我 對 小優 我喜歡山菜 那個道明氏 還有那個花澤淚 還有那個模特兒小順 他們都每個人 自以為他們適合山菜 都用霸道的自已方式強迫他 一定要做出選擇 我才不會這樣做呢 山菜啊 不會了解我在想什麼 反正我也不想要知道 我只要偷偷喜歡他就好 清禾 你說這番話 真的很讓我感動耶 可是 現在山菜又被貼紅紙條了 你要怎麼保護他呢 我們兩個又該怎麼辦啊 我也不知道耶 我這樣會不會沒用啊 還好啊 總之 我們現在先找到山菜再說啊 哎呦 我到處都找了 就是找不到他啊 哎呦 你不要這樣子啊 這樣會害我更緊張耶 聽好啊 你放心 我們不會殺掉你的 拍了 拍吧 哎 把警告你夾過來 把他把他夾出去 直接把他夾出來 這些人到底要幹嘛 我一個也不認識 他們到底是誰啊 欸 你來了啊 你剛這麼晚才到喔 我去拍個啤酒 對 我拍到一張 到底是喔 學校的沒有 阿四的手機也打不通 我開始有點擔心了 如果阿四這次真的失去控制的話 那山菜真的就有危險了 剛才欣賀有打給我 說他還到處都找不到山菜 不知道為什麼 總覺得這件事並不單純 我也說上來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 山菜又被貼上紙條的事情 直接上告訴我 並不是阿四所做的 可是阿四現在不在這裡啊 就沒辦法證實這件事情啊 再說真的會有人膽子那麼大 敢用阿四的名號嗎 如果有 那這個人的目的真的太恐怖了 而且很明顯的 他絕非三億 走吧 還是先找阿四再說吧 那與我幾初次見你 一雙迷人的眼睛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靠得太近 騙人 為什麼會是你 怎麼可能 來啦 幹嘛臉色那麼難看啊 怪神同學啊 你總算出現了 我們找到你好久耶 你現在給我在這邊 烤肉喝啤酒 你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我只是去花道還在山菜心而已啊 你去花道還在賞金釣魚 那糟糕了 什麼事情糟了 你們幹嘛臉色那麼凝重啊 我不會山菜心而已啊 阿四出事啊 阿四出事啊 怎麼那麼慢啊 你家拿去 小春 為什麼會是你 你到底想要怎麼樣 對不起山菜 我利用了 你利用我 我聽不懂你利用我什麼了 我利用了我們之間的友情 我接近你是為了別的目的 你到底在說什麼啊 難道你接近我是故意的 幾乎可以怎麼說 不可能啊 我去應徵模特兒被騙 你剛好出現救了我 我們是這樣才認識的啊 你還想不通嗎 我剛好出現 我怎麼那麼剛好 可是我去應徵模特兒 是臨時決定的啊 別忘了給你名片的經紀人 那也是你安排的 沒錯 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攝影紅舊人 是我計劃的第一 之後我們拍了照片上的雜誌 還有你被貼紅紙條 都是我安排的 包括你現在在這裡 都是我計劃的一部分 可是 你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要利用你 對付道明寺 道明寺 你要害道明寺 他只是一時衝動動手打了你 你就要害他 那天他一時衝動打了我 讓我了解 你在他心中的分量 因此我更確定 利用你來對付他 一定會成功 沒想到這個女孩這麼容易就上鉤啦 小順 我看你不只是個模特兒 簡直可以當演員啦 看你這種年生的女孩子 不就是你一貫的計量嗎 不過我們看你對這女孩子挺著迷的 你不會一直心亂 背叛我們吧 背叛? 你開什麼玩笑 你別忘了是誰在主導這個計劃 你更別忘了 你們是靠誰 才能報復道明寺 我只是要利用他而已 為什麼 小順 為什麼你要做這種事 道明寺他到底跟你有什麼仇 你會不會先出去一下 我有點事要跟他說 好 流氓 雖然我不能幫你鬆綁 但是 我冒蛋 不要碰我 你為什麼不去死掉算了 你這個低級的男人 你為什麼要跟那些流氓來往 從小 從小就在過院長大 因為我是情婦的兒子 從小就不丟在那裡 父親早就不要我了 我母親後來也遺棄了我 我打從一出生就是個錯誤 在我的血液裡 只有恨 沒有愛 我也曾經想自殺的方式 結束著錯誤的生命 那天 我到了海邊 決定放棄 準備投海自殺 就在我斷氣的最後一刻 有位大哥跳下海 救了我 他真的是我救命恩人 因為 他不只是救了我生命 他費盡心思 開導我 你說的這一切 跟道明司又有什麼關係 你問到重點 像這麼好的一個人 就因為在英德學院 犯了一點錯誤 得罪到明司 就被那個暴力的人渣 踢到那張破裂 所以從那天開始 我就決定為他報仇 有一天 一定要向道明司 討回公道 怎麼會這樣 剛綁架你那些人 也是跟道明司 以而私人恩怨 我們無意見認識 既然有個共同敵人 就一起實行報復計畫 關於你自己認識了一個做多爛的人渣 我終於明白了 原來 銀寶寶來這裡 就是要利用我當人質 引道明司出面 原諒瞪著我 這麼多年來 我一直在等個機會 能報復道明司 你只不過是整個計畫裡的一顆棋吧 你好可惡 我瞧不起你 你隨便怎麼做 這是道明司落在我手裡 他死定了 你要怎麼做 待會兒你就知道 山菜被貼紅紙條 阿絲真的不是你貼的嗎 可惡 到底是誰啊 竟然敢愚弄我們 我箱子怕黃沙蛋 你不知道夢中有個人拿這個來 只是山菜起來在他們手上 人呢 送照片的人呢 冷靜一點 喂 喂 你看到照片了吧 你是誰啊 你這樣怎麼樣 你不用管我是誰 不過我可以讓你聽聽看 最想聽的聲音 說話 說話 道明司 你不要來 你不要相信 聽到了吧 我警告你 不准報警 山菜卻沒命 還有 是一個人來 不能帶同伴 那個人會接你過來 好 我向你保證 我一個人去 不過你要給我保證 山菜的安全喔 你少囉嗦 你讓他討價還價 我警告你 你只好說到做到 還有 你要是讓我發現 有任何一點不對勁 山菜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就不敢保證 你 喂 喂 老師 你要去哪裡 你們不要管 交給我處理 太危險了啦 我叫你們不要管其他有沒有 等我消息 全部都是騙人的 你之前說要成為我的朋友 還逼著我跟盜明思 說說那些傷他的話 一切都是謊言 我真笨 我真好笨 你一定在心裡嘲笑我吧 我只是個被你利用 被你耍了團團轉的白痴 我不會嘲笑你 反正我還會同情你 因為任何人的名字 跟盜明思連在一起 都是惡運的開始 你實在太過分 太有心機了 我告訴你 我的惡運不是因為盜明思 是因為我相信了你 你的虛偽讓我惡心 你懂什麼 你到底懂什麼 我早要暗示過你 我早要告訴過你 我心裡依然得不到解脫 是感覺不到坦誠跟自由的 曾一個朋友告訴我 人跟人之間 要是不能彼此坦誠 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很容易產生化學變化 如果心裡的陰暗得不到解脫 是沒有辦法感受到 坦誠跟自由的 早要暗示過你 不管我願不願意 我們之間的關係 雙群會因為盜明思而改變 只是你自己聽不懂 我就是不懂 我才不想懂 我幹嘛要知道你這種 傻丫的人心裡在想什麼 我現在連看到你都想透 你跟他人類八熟 我剛才是把他嘴巴貼起來 比較好吧 他要是在大叫 事情又麻煩 應該是個必要 身上的鞭屁 我以為能來的 還是貼起來比較保險吧 如果真的出事 能負責嗎 我能安排到這個地步 我就能負責 最好是這樣 不要碰我 把你的招手拿開 你這卑鄙的小人 宋兄啊 嚇唬誰啊 是我們卑鄙 你男人看到卑鄙多了 上次在東區的POP裡 把我們幾個兄弟打到昏倒 就是啊 今天要報仇 我上次被揍 丟了你 一併逃回來 真是先鬧走 我還以為是什麼深仇大恨 被人家打到昏倒 那也只能怪你們自己 太沒用了吧 難道你們不用這種 卑鄙的手段 就贏不了道明寺嗎 簡直太可笑 太丟臉了 少瞧不起人了 小心我讓你吃不完都得走 我告訴你 道明是她不會來的 什麼 我根本就不是她的女朋友 如果不相信的話 你們就繼續擺這張愚蠢白痴的嘴臉 等到死吧 臭婆娘 住手 現在把她打槍 等一下不是更麻煩嗎 你幹嘛 放開 幹什麼 你幹嘛 幹嘛 你放手 把她鬆綁 請問各位熱情的邀請 好了 那我們趕快把事情解決 你不要怎麼做 其實 也沒什麼大不了 你叫乖乖放在那裡 其餘的 交給我們就好 笨蛋 你為什麼要來 你為什麼要來 這個大笨蛋 我已經把你的雙手鬆綁 你大可以動手反擊 但是我勸你 還是不要輕舉妄動比較好 你總不希望 她受傷我 不要原來張細細的臉看 把眼睛閉上 把他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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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很想打人吧 常常一個到我們集團的大校也 這樣乖乖被人揍 心裡很不是滋味吧 你是不是廢人 槍打我根本沒使用 沒有更厲害的人 不要再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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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有被任何人打過的人 一個那麼會打架 就像這樣被一群人圍起來打 也不會輸的人 為什麼 他為了我完全認人宰割 一點也不反擊 只怕我自己會愛上你 不敢讓自己靠得太近 一群人圍起來 到底去哪兒呢 下午是不是有問題了 被打到這麼嚴重 還站起來 已經到了嗎 一點也不夠我看 要不要自己來 不要問我 這是 veloc者的送我們 你走吧 你走吧 可惡 連身你們這邊 住手 算了,我們走吧 點點教訓,牛座有沒有太囂張 你先走一瞧 道律師,你要不要緊啊 你不要緊 你的手,賴骨都快斷了 笨蛋,你為什麼不還手 他們不是才四個人嗎 憑你的實力,應該很快就可以解決了吧 真的很笨 你要是我還手 就輸了 就沒有辦法保護你 要丟到嗎 可是我就是要忍住 不能換手 因為那時候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就是想要保護你 如果我今天就這樣死去 我不要難過 我也不要哭 都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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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民事,你不要死 我不要民事 都民事 都民事 你在那裡幹什麼 你在那裡幹什麼 你在那邊太危險了 你可不可以拉我一把 我起不來了 不要 自己站起來 靠自己力量走下去 你不曾討厭我嗎 你不要求我 我討厭你 我哪有討厭你 倒民事 你不要這樣子 三菜 你醒來了太好了 你讓媽媽擔心死了 媽,這裡是哪裡啊 醫院啊 你被人家抬進來的 你跟道明事 昏倒在一個很偏僻的倉庫 對 道明事要失去了意識 到底發生什麼事嗎 你讓媽媽擔心死了 現在你感覺怎麼樣 有我哪裡痛 哪裡不舒服 三菜 你讓媽媽擔心死了 到明事呢 他還有過這個嗎 暈眠眼神 我現在也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可能 太迟了 阿世已经走了 他一直到最后一刻 都还是一直叫着你的名字 怎么敢相信 阿世居然真的就这样死了 阿世 他不是 他不是 你怎么可以死掉 你死了我怎么会跟你道歉 虽然你本人要命 脾气又那么差 但是我不希望你死掉 虽然很多人希望你死 但是我 死在吗 你吵什么吵 这次对任何有态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没有你死 都没有你死 都没有你死 哈哈哈哈 好痛喔 但是好痛喔 现在 你刚刚的表情真的 真的是太 哈哈哈哈 好精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喂 喂 我醉肉串 你还这样压子生病啊 你膝盖还这么稀奇 很痛的欸 都是我不好 別生气 哈哈哈哈 哦 哎 还不错吧 我们先走吧 哎 你要在这边休息 后面的事情也叫做 嘿嘿嘿 哎 等一下 如果找到他们的话 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多休息 要不拿出来看 这些人打了他几天 踢了他几脚 他全部都击下来了 我还以为他承受一点 我看来并没有 这小子还是这么会记错 嗯 这什么 小顺留给我处理 就这样 那 放手吧 你眼睛 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 哎 哎 干嘛不说话 你这什么态度啊 你以为你了不起啊 我干嘛那么欺负我 冒着生命危险 被人家打了圈子伤 为了还不是救你这个 不知感激的处理 你自己还不是处男的敢讲 少啰嗦了 今天到晚只会找人家吵架 你就不会说一些安慰病人的话 因为 干嘛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死掉了 我觉得好害怕 我就在想 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死了 我还以为我跟你说了那些话以后 你就不会来救我了 我没想到 你还是个笨蛋 要过来救我 你一定是很差 又听又打的 都是那么赛 你还骗我 我以为你真的死了 我 对不起嘛 不要再揉了啦 你已经够丑了耶 而且我不是说过吗 就算你到了地狱啊 我也会把你追到手了 所以你不要做无所谓的抵抗 嗯 什么就是无所谓的抵抗啊 你要说是无谓的抵抗吧 白痴 每次中文都讲出 你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 我看你还是多读点书比较好 你在笑什么啊 我在想啊 你以前之所以会是凤梨头 可能就是因为你太慢的关系 所以一口西方上要躲吧离去 你啊 小顺 难道叫你还不够吗 你还这样怎么样 现在 走开 来这里干嘛 你放心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要对你做什么 难道成你现在道歉的 不会吧 道歉 我不觉得我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 跟赞英德学员被你打五脏拒业的人比起来 你身上伤 根本算不了什么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那个人 现在怎么样 他转学到南部去了 还活着吗 你不是甘心吗 甘心 虽然我利用三菜来打击你 不是什么君子的行为 但是 为了那些活在你暴力阴阴底下的人 能够好好教训你 就算被称为小人 我也非常快乐 那你现在可以出去了吧 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我劝你以后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就算是为你自己好 三菜 其实我今天来 是为了要跟你道歉 我做得非常对不起你的事情 请你原谅我 现在才说抱歉 已经太迟了吧 你最好现在就赶快出去 三菜 如果你不是道明自喜欢的人 我真的希望 我们能够别人的行事交朋友 能够真正了解对方的朋友 不过我想 已经没有希望了 三菜 我真的很遗憾 小顺 虽然这次你的所作所为 足以排进我人生所遭遇到 最狠毒事件的前三名 但是道明寺 也有做过不应该的事 其实你的心情 我是可以了解 只是此时此刻 我真的无法原谅你 这家人真不是普通的便宜 反正好像还可以抬一顿 我现在气也消了 算了 也许有一天 当时间冲淡了彼此的伤痕 我们可以一起敞开心胸 再成为朋友 怎么样 有趣吗 借我看一下 哇 好夸张喔 怎么会弄成这样的啊 这几个货色啊 我们才花了十分钟耶 他卖裤子叫救命 太性了 而且是超级性的 阿世你确实被他们贬的吗 对啊对啊 而且还被他们打得惨不忍睹咧 算财 没想到大家从来没输过的阿世 竟然甘愿被揍 是啊 我们本来都以为他这样的性格 他迟早会成为罪犯 没想到他竟然可能为你这么做 虽然我们不大能够理解啦 不过爱情的力量还真是伟大呢 我 我刚才去做过检查 医生说我身体已经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尖叫出院 拜拜 你不要每次一进入这个话题就跑好不好 阿世的条件其实不错耶 他再怎么说也有好几百亿的资产吧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仔细考虑看看好不好 我又不是那么爱以前的人 哎呀 天有什么不好 你去为你家小想看好不好 而且像他这么专心 绝对不会交别的女朋友啊 我们四个之中最会打架也是他 这应该不算优点吧 你们就凑合凑合送座对吧 我们旁边的人看了都快急死了耶 更何况 在你遭遇到危险的时候 无论如何 他都应该会去救你的 我也没有叫他来救我 而且 而且 你在而且什么啊 而且盗铭斯让我觉得好像小狗 小狗 你说我像小狗 哇我好像白痴哦 居然说出这么奇怪的话 你没有像什么像哦 小狗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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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虽然不曾怀疑你 爱是忐忑不离 谁是你的那个唯一 原谅我怀疑自己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冲外 像一个小孩 只能在你怀里怀爱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我明白 我要的爱 会把我冲外 像一个小孩 只能在你怀里怀爱 你要的爱 不只是依赖 要像个大男孩 风吹又日晒 生活自由自在 i 感谢 感谢观看